台湾是望春风 我是戴宝春 我是李小峰 欢迎回到台湾是望春风 我们前面讲到说 中国对台湾当时的官方对台湾很冷淡 不太有兴趣 倒反而是有一群官方要捉拿的海盗 跟台湾发生密切的关系 那海盗很多 其实我们说海盗 有时候比较难听 因为他们事实上除了墙之外 他们也在做生意 海上海盗 所以他们船舰了一大堆 比如说像后来的郑神公 或者他爸爸郑之龙 上千艘的船 每艘船顶管都有大炮 平常墙是有 但是有时候还是控制海上航行 控制海上航行 所以谁经过我这里 谁就要交保护会 事实上是 他不是说只去那海盗唱而已 那他本身也在做生意 所以你有时候说海盗 不能说错 但是比较难听 所以我有时候帮他想一个名字 可能比较好听 叫做什么 叫武装化的诗人海商集团 我是跟他说 做生意扣本质 做海财扣勇器 扣勇器 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武装化的诗人海商集团 就俗称的海盗 就出入于台湾 有的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什么 我不是归人 我是过客 这一句话 我不是归人 我是过客 也就是说台湾是他的缺脚地 我看风 扣得很厉害 我走 我看美女去插山 美女去哪裡 然后再住几天 住几个礼拜 然后又跑了 然后南洋去 大概很多海盗是这种角色的 那我们就来介绍几个比较著名的海盗 比如说我想起的双铃 双铃 一个叫林道浅 我林道浅 而且叫林荒 这是男的 不是你 都男的 都男的 大概也没有你海盗 说不定有 所以我知道大部分都是男的 我们来看看 这些庚当兰 林道浅 来 我们请导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林道浅大概在1560年代后期 活跃在我们这个台湾海峡这个地方 那我们都要知道 当然这个海盗都会唱很多金铃材簿 那高雄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所以我们台湾就有那个 说林道浅活跃在台湾南部 然后唱很多东西 甚至说把那个 唱的金铃铃 藏在那个 它是说要打鼓山 是现在说的茶参那样 这个 当高山 当高山就是现在茶参嘛 对对对 就是导春那个附近那个茶参嘛 所以我们有朋友 在导春去导春说茶参那样去散步 注意看看 不然在林道浅 带的东西 都在那里可以带到吗 对对对 另外一个是非常有名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林凤 这个林凤这个海盗 其实它不是只有活跃在台湾海峡这个地区 它甚至还几乎打到那个吕宋去 那它的年代 跟那个西班牙人来的那个时间是差不多 所以这个我们想想 因为历史也很有意思 这个基督教科书就这样写 讲到明朝的时候 都有很多打海盗的英雄 像七七光鱼大游 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 其实林凤的武装力量也很强 结果就是后来 天凤的鱼大游把他打败 因为七七光派鱼大游把他打败 所以有时候常常在想 站在那种比如说他们那种中国人的观念 喜欢开疆拓土 我也是常常在想说 如果当年那个鱼大游 跟这个海盗这个林凤合作 打到那个吕宋去 菲律宾这些西班牙人 我们说一句话 穿起打到这里也冷了 搞不好吕宋那个地方 搞不好就是被那个 那个鱼大游跟林凤 把他折起来 搞不好早就 中国就开疆拓土 我看也不会威胁台湾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一定会说 李宋自古 极为中国 中国的一部 不一定喔 还有没有比较著名的 其实像还有蛮多的 像在历史上也常提到 会有一个李淡这个人 李淡 这个李淡不是孤单的 不是不是孤单的 这个 我这个李 对 李淡怎么样 那个淡 李淡 才说也是泉州人 所以应该是跟我讲的话 那么有人说李淡跟袁思琪是同一个人 对 这好像有点像历史的公案一样 过去的十年好像还搞不太清楚 然后我碰到我们很好的朋友 吴蜜茶 我们的好朋友 吴蜜茶教授 李淡没有这个人 但是还是有一些资料出现 甚至还说李淡 那这个大海盗大海商 这还帮这个河南人 对 这个运输 这个闽南人来台湾 跟后来这个 曾子龙也一样 这个角色 听说是这样 所以他们以前讲那个李淡 就用一个名字 叫贾臂丹 贾臂丹 你用贾臂丹 知道什么 贾臂丹是南洋的一个发音 就是captain 哦 对 原来是他长要见识 原来是captain 对 翻说贾臂丹 原来是头头的 跟船长 其他船长 对对对 他除了这个李淡以外 还有一个是 袁思琪 那么 有人说 李淡是郑之龙的 这个 上司就对了 也就是说 郑之龙是李淡的部下 然后又有人说 袁思琪也是郑之龙的上司 所以郑之龙是 袁思琪的部下 那可能我们再一讲的话 诶 郑之龙开始跟台湾发生密切关系 因为他的儿子 郑成功后来来占领台湾 我们讲一下袁思琪好不好 好 这个一般来讲 有时候会说 有一个讲法 说袁思琪 跟那个郑之龙 差不多在1622年来到现在北港那个地方 对 他很厉害 去看那些白贝 说 你只要给我一块 大概牛皮那么大的地 让我生存就好了 结果很厉害 他把那个牛皮 剪成一条皮线 只要去圈一大块地 他都给我一条一条 有一个大地 土地也有一个 都应该是空 这些牛皮围出来这么大 这些土地是我的 对 但是 我听他说是这样 袁思琪 他好像很厉害 海城人 海城这里出了很多汉道 张宗那边 张宗那边 其实他小时候也是很乖的小孩 但是有一次 不晓得是发生什么事情 跟地方上的官员的仆人发生争吵 他不小心赶紧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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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留我们死的 所以后来就跑 就跑到日本去了 就在日本跟一些道上朋友 开始结交起来 这是一种讲法 对 然后呢 后来他们就结交了一对道上朋友 其中有一个叫做郑思龙 郑思龙现在不是什么好孩子 不过我们蛮有勇气才干的 所以这旁人后来听说要在日本 要打击 罐子绑等等 要洗劫就对了 后来就 这个官方要捉拿他 后来他们一群人就跑 然后这个船队就进入 今天的北港 北港一代 然后就成为在开始在台湾 一批汉人进入台湾 而且开始开墾了一群 所以进入台湾开墾的这群人 竟然是一群海盗 所以好像是有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很有意思说 所以现在连北港的地方 未来的政府就是要强调说 他们是在1620来台湾 等于是比那个 荷兰还要早 所以定人去那边 特别立一个 严思齐登陆台湾纪念碑 表示说汉人比荷兰还早 可是你这个不是代表官方 不但不是代表官方 你还是官方要捉拿的通讯犯 怎么通讯犯代表政府来这里统治 所以不能这样看 所以我们荷兰的事 可能以后再把他讲清楚一点 就对他实在 后来死了之后 他的部下 讲错了 严思齐死了之后 他的部下 曾志总就起来了 跟台湾更发生密切关系 我们今天暂时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下一集 准备谈荷兰跟西班牙在台湾的统治 那当然曾志总也会出现 我们今天也暂时在这里告一个专动 谢谢各位收看 下一集我们继续收看 台湾时旺春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